2022年2月24日 俄罗斯总统普丁正式下令对乌克兰发动军事入侵 乌克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全境禁止集会并指召军人参战 随着战争扩大 全球陷入危机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战争呢 而这个俄乌战争又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本集的播客 我们拣选了诗篇第三篇 做弟兄姐妹灵修的参考 现在我们就请东老师来带领我们读今天的诗篇第三篇 诗篇第三篇 耶和华 我的敌人何其加珍 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 有许多人议论我说 他得不着神的帮助 但你 耶和华是我视为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 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 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 我躺下睡觉 我醒着 耶和华都保佑我 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 我也不怕 耶和华 求你起来 我的神啊 求你救我 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筛骨 敲碎了恶人的牙齿 救恩属于耶和华 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公元1967年 埃及总统纳瑟 联合叙利亚 约旦和伊拉克 对以色列发动第三次以阿战争 企图一举消灭以色列 以色列三面受敌 在战争初期 以色列节节失利 以色列将军们下了一个结论 以色列国恐怕 在这次战役以后灭亡了 在以色列 几乎要对战争结局绝望的时候 以色列内阁 面对了这样严峻的情势 决定以空军 孤注一职的 炸毁埃及 叙利亚 约旦三国的空军基地 6月7日清晨 当以色列 巴斯加幻象式 和幽灵式战机 从基地起飞 第一空 由地中海海面掠过 进入埃及上空的时候 埃及的雷达部队竟然无法分辨 当机群 进入轰炸目标的上空的时候 埃及毫无准备 他们的飞行员刚刚起床不久 指挥官又还没有上班 于是 十几个机场 所停的四百多架战机 束手挨炸 还没有出事 就粉身碎骨 埃及全军不到两个小时 就陷于瘫痪 稍后 叙利亚和约旦两国 总共有26个机场 也被炸毁 三国的制空权 在一日之内 化为乌有 在六天的战争当中 埃及 约旦 叙利亚 三个阿拉伯国家 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伤亡和被俘的 达到六万多人 通过了这次的战争 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 以及埃及的西奈半岛 约旦和西岸 耶路撒冷旧城 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 总共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六年之后 在公元1973年10月 埃及总统沙达特 精心策划了一场战争 定下了发兵日期 为1973年10月6日 为什么选中这一天呢 原来是在犹太的立法当中 这一天正是赎罪日 按照圣经的吩咐 当这日 什么功都不可做 因为是赎罪日 要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面前赎罪 换言之 以色列全国都会休息一天 军队也会在这一天休假 阿拉伯联军再度围剿以色列 希望趁此凉机 将以色列一举消灭 当天下午 埃及和叙利亚两国军队 南北夹击以色列 正在祷告毒经的 以色列军顿时措手不及 损失惨重 这个时候 叙利亚的坦克大军 从北面长驱直入 直指以色列的心脏 情势万分为急 以色列急忙应战 先挥军对付叙利亚的威胁 以色列派出轰炸机 击毁叙利亚全部坦克 北面战线取得胜利以后 以色列军立刻调军南下 当时达阳将军不做正面战 下令从边撤击 登陆埃及 切断埃及的后路 以色列军节节胜利 直逼埃及首都开罗 后来联合国出面调停此事 下令停火 结束了第四次的中东战争 耶和华 我的敌人何其家争 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 有许多人议论我说 他得不着神的帮助 但你 耶和华是我视为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 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 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 我躺下睡觉 我醒着 耶和华都保佑我 虽有成万的百姓 来周围攻击我 我也不怕 耶和华 求你起来 我的神啊 求你救我 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筛骨 敲碎了恶人的牙齿 救恩属于耶和华 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谢谢庄老师今天带来的讯息 本集精彩的节目 在Google播客里 也可以收听得到 也欢迎你订阅我们的播客 你会收到最及时的节目通知 最后 再一次谢谢你 收看本集诚心诚意节目 我们下集节目再现 谢谢